嘿 大家好 我是桌樂區的店長飄飄 飄飄店長好 請問你今天要幹什麼呢 今天的話就是 教一下這個桌友的流膜 流膜? 你可以不用回應 你可以不用回應我的話好嗎 反正我都可以用剪接的 所以你看我現在很自由 因為我可以用剪接的 好 那為什麼要流膜呢 就是 這個 這一盒 這一盒的話是我開店之前就買了 那個時候不知道所以有沒有流膜 這個是有流膜的一個劑 就是在保存上面的話 就是會稍微的看起來比較 比較好開一點 比較細一點點這樣 比較不會出那種白邊 磨損的狀況 對 不過這個的話就是看了哪 也不是說流膜一定就比較好 這是看個人的習慣 看個人的習慣 好 所以今天要拿新的遊戲來 也是因為很多人就是 來玩 然後就問說 老闆你這邊的遊戲怎麼都是新的 沒有 現在很多座店都有流膜 然後你只要看到這邊有類似什麼膠帶的痕跡啊 或是有貼過的痕跡 他就是開過的 然後他就開過了 這個在我們叫做流膜 就是把原本的膜 保留下來 這樣子 好 那這個算是一點點就是 桌遊圈的 習慣吧 對 對 所以不是說 這些看起來有膜的東西都是新的 好不好 也不要看到這邊就是說 這個應該可以玩 好 那我們就是先做這個 這個是新的 請朋友 趁便宜的時候拿回來 那我們就是做這個 稍微看一下這個流膜的教學 來吧 好 來 那這個的話 這個是算是無痕膠帶吧 去文具店買就有 對 那我的習慣呢 就是我會先 從四邊 從底盒的四邊 先 踩一個剛好的 長度 這是先黏在屁股嗎 嗯 先把底 因為 因為有些人會直接先把底部的膜先切下來 那他就會 他會到處亂挑 你會很難 會很難 會很難弄 對 所以我習慣就是說先 先這樣貼 然後他就會 蠻服貼的 變得比較平 還不會皺皺的 他會不會不好割的 不會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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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稍微把它拉起來 嗯 哦 然後讓 留那個縫縫出來 就可以割 對啊 這個的話也不用怕 弄到盒子啊 反正就是這個縫插進去 反正美工道是平的嘛 就是這個縫插進去 然後呢就是這樣 滑過來 然後這個邊邊稍微拉一下 好 到底部的時候再放慢就好 就要把它放開 好 看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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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這樣就會得到一張 屁股 對 底膜 好 就可以把它打開 好 好 那這個就是底膜 然後 你就 快對一下 對一下 四個角落 然後他就馬上拉到 櫃子的邊 這樣他這半邊懸空 會比較好貼 好 啊一樣我就把它拉齊拉成 然後這樣你貼起來的話 就是會比較 平 比較不會皺 好 他就換另外一面 好 他就換另外一面 換槍擺另外一面 一樣 就是稍微把它抬一下 然後把它拉齊拉成 好,好,好专门 貼的時候會把空氣擠一下 這多的部分就可以把它稍微黏進去 多太多的話就用美工刀再切一下 上磨 上磨的話就很簡單 拉然後留一半 你一刀到底 這樣它比較不會脫落 多留一小段 把它補起來 好了一樣要稍微提一下邊 把它那個磨變得比較平整一點 然後這邊角落 多一條縫 你看黏的時候呢就是再稍微拉一下 我們把它拉緊 拉緊的話就比較有好看的 也不是這邊密碗 這邊密碗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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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